我给您解释解释这句话有多可怕啊 他说这个人呢 要是犯了诸三族的罪 就得先把这手饭 脸上刺字 把鼻子拉去 把左右的脚趾都剁下去 然后拿鞭子抽死 再把脑袋砍下来 把身上的骨肉剁成碎末 扔在世上 不许家人收尸 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咱们上来就直奔主题 不磨叽啊 昨天啊咱们讲了这个古代五行当中的前三种 咱们讲古代刑法这个顺序啊 是从最轻讲到最重 那么最轻的呢就是墨行 就是以纹身的方式往脸上刻字 而且呀刻这字啊都没有好话 昨天啊咱们在小片当中啊 我算落了空了 有朋友就爱的我说呀 说你说的不对 我说什么呢 我说这个在脸上刻字 也就是墨行啊 一直持续到清代晚期 那朋友跟我说呀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 在中国的台湾 还有一群人脸上被刻了字 这个群体啊很大 你为什么不讲讲啊 不敢讲 那可都不是踩雷的事啊 那是直接往坑里跳 您要是有兴趣啊 您上网查查 保不齐啊能查找 您恕我这胆子小 在这啊咱就不讲了 得了 为了补偿您呢 我在这给您聊一个呀 刑法以外脸上刻字的事 话说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天津 某市场 有一个吃市场的混混 这种人啊 天津叫混混 北京话呢 叫青皮 实际上啊 就是地痞流氓 说白了呀 就是士霸 这人呢 平时就是七行霸市 市场里的老老少少啊 都怕他 于是啊 膨胀 无限膨胀 就在自个的脸上啊 闻了两个字 据说呀 每个字都有鞍唇蛋大小 写的是什么呀 二爷 从此以后啊 这孙子更加的嚣张跋扈 可是这树大呢 他招了疯了 有一帮子混混啊 不服他 就来到市场啊 向他挑战 一场血战之后 这二爷呀 就倒到了战场上 等醒来之后啊 发现这脸上怎么那么疼啊 脸上闻的这两个字啊 让人给咬掉了 您瞧了吗 这是一个浑人 还得浑人魔的故事 几句玩笑过后 咱们书归正传 接着讲这五行其中的最后两行 这肺行呢 是砍脚趾 砍脚趾以后就是弓行 听见弓行这俩字啊 我想现在您已然乐了 所以说呢 咱们也不用再细解释这手术过程 和手术结果了 说白了 就是针对人类的去世手术 有人说这个就不公平了吧 他只针对男人 他不针对女人啊 其实不然 中国古代女子也有弓行 并且啊 也是十分的残忍 他们用这个木棒啊 击打女子的腹部 使其子宫下垂 失去生育能力 弓行也是中国历史上 一项古老的刑法 据说在下代就有 下代苗族的苍行 就是弓行 然后啊 就被咱们华夏学会了 夏族就一直沿用 秦汉时期啊 这种刑罚呢 又被称作俯行 或者叫做残世行 或者叫做阴行 我查了查 收购公刑罪有名的人啊 基本都出在汉代 而且集中在汉武帝时期 我先给您提一个 这个人啊 叫李延年 这李延年啊 听起来名气不大吧 他是西汉的一名音乐家 是这汉武帝的宠妃 李夫人的哥哥 说白了 就是这皇上他就哥 可是皇上是这样啊 他媳妇多 舅子自然就多 这舅子一多了 也就不得值钱了 再有了 您要是个普通老百姓 平时啊 发发牢骚骂骂行街 这皇上啊 他未准知道 也是无得要紧的 可您是皇上打舅哥 就不一样了 八百双眼睛啊 都盯着您的外戚呢 有什么乱说乱动 皇上知道 那惹定是治罪啊 哎 这李延年呢 就是因为乱说乱动 最后被治罪了 施以辅刑 就是攻刑啊 受了攻刑以后啊 他就在宫里啊 任了一个小官 负责在宫廷里边养狗 这人一断了 这方面的欲望啊 往往就容易专一 于是自此以后啊 这李延年 利用业余时间 就专注于歌舞 这李延年啊 在历史当中 沧海一宿 不得要紧的 但是他的歌中啊 有一句家句 我想您是肯定听过 就是那个 北方有家人 绝世而独立 一顾清人城 再顾清人国 宁不知清城与清国 家人难再得 这清国清城 就打这儿来的 说完他呀 咱们再说一个 更有名的 这人是谁啊 这人就是啊 所有讲历史 故事博主的祖师爷 司马迁 这幸亏啊 他只是学术上的祖师爷 要是这学问 也靠那方面去传承啊 那完了 就没有这帮 讲历史故事的人喽 我这不算骂贤金啊 只能算是调侃一下 你看我不是也在其内吗 这讲到司马迁啊 咱们就得细致一点了 他为什么会被 汉武帝攻行了呢 说实在 这司马大爷呀 他有点活该 说到这事啊 那年头可长了 好家伙 我这算算的 那公元前了 公元前的104年 也就是太初二年 这李陵带着5000汉军 北上去支援 清剿匈奴的大部队 您可听准了啊 这5000人可全是步兵 没有那个赫赫有名 征战塞北的大汉骑兵 这走到郡基山的时候 就被三万匈奴兵包围了 双方交战以后啊 这李陵太骁勇了 带着这5000步兵啊 杀死了一万多匈奴兵 可是啊 终归寡不敌众啊 被俘了 被俘以后啊 还就投降给匈奴了 有可能啊 是这李将军想啊 先保住自己的有用之身 以后啊 找机会再回归汉帝 但是不管怎么说呀 他也是投降了 消息传到大汉朝廷以后啊 前两天还阿谀奉承 派小将马屁的一群文臣 这回啊 态度180度大转弯 都纷纷上书建议汉武帝 租了李陵的全族 汉武帝也一时也没有主意了 于是啊 他就问这个太史令司马迁 你说朕该不该诸了李陵的全族呢 司马迁就说呀 说李陵平时孝顺父母 对朋友讲信义 对人谦逊有礼 对士兵呢 也有恩信 有国事之风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呀 不应该诸李陵的全家 可是这会儿 朝中诸李陵全族的呼声啊 越来越高 这汉武帝心中啊 就已然有诸李陵全族的意思了 这会儿呢 司马迁又顶着压力 向汉武帝汇报说 这李陵啊 他只率领五千步兵 深入匈奴内部 在旧兵不至弹尽粮绝的情况下 走投无路 才投降了匈奴 并且以五千步足 斩杀匈奴骑兵过万 这样的人呢 他在匈奴那待不长 暂时他投降了匈奴 一定是想找机会 再报答汉室 这司马迁啊 一而再而三的全汉武帝啊 这汉武帝就怒了 消去司马迁一切职务 被打进了天牢 没过多久啊 又传说这李陵啊 带着凶奴兵来攻打汉朝了 汉武帝一听 呀喝 你瞧哎 这李陵啊 他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于是啊 就杀死了李陵的母亲 妻子和儿子 再想想司马迁啊 他是越想越恨 于是啊 就把司马迁判了个死刑 汉武帝真是想要司马迁的命吗 其实不是 他等着这司马迁啊 拿钱给自己买命呢 汉武帝时期 买绝三十级就可以免死 一级两万 三十级啊 就是六十万钱 换成今天的收入啊 大概相当于六千万 这个一钱呢 为一百文 一文呢 大概就相当于 咱们现在的一块钱 您算算 那不是六千万吗 要说这司马迁啊 他们家三代都是大官 到他这呢 应该啊 是有些积蓄的 可是无奈啊 这三代人啊 都是清官 还就真拿不出来 这六十万 司马迁啊 这会儿他不想死 他倒不是啊 有多爱惜自己的命 是他事如生命的史记 正写的半唠唠 还没有完成 于是这司马迁就主动提出 接受相当于死刑的公刑 来免死 这下才给后人留下了这部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这会儿我想有朋友 就该提出来了 说这中国古代 他不缺受过公刑的名人啊 从赵高到李连英 这是多少太监啊 都是赫赫有名的呀 哎 您理解错了 咱们唠的是公刑 是犯过罪的人 遭受过的刑罚 他们所受的 那个叫救职前的小手术 跟这公刑是两码事 所以咱们讲公刑啊 这里边没有太监什么事 讲到最后一个刑罚 大毕 这大毕之刑啊 说白了就是死刑 死了死了 罪人既然已经都被处死了 在理论上啊 就应该已经弥补了过失 但是 如果您能了解一下 中国古代的大毕之行啊 您就会明白一点 就是死的方法 有一千种 一样笔一样的残 中国古代 商周秦汉 就是想尽办法 用各种的手段 实施大毕 把人折腾死 花样繁多呀 举不胜举 您像这武子虚 车裂 商笔杆 刨烙 赵高 海刑 我在这儿啊 实在是不想深聊 有兴趣啊 您去这网上查一查 有那不怕恶心啊 敢抖了这些事的文章 这些个刑法 细揪起来 像烹饪 细想起来 极恶心 那么这仙妻的五行 咱们就讲完了呗 还有一项最残酷的刑法呀 我得跟您提一提 这个刑法呀 叫巨五行 也就是说呀 把这五行 全给一个人使上 汉书 《刑法制》当中 就这样记载 当仪三足者 皆先情仪 斩其左右指 赤杀之 削其手 租其骨肉于事 我给您解释解释 这句话有多可怕啊 他说这个人呢 要是犯了 诸三足的罪 就得先把这手范 脸上刺字 把鼻子拉去 把左右的脚趾 都剁下去 然后拿鞭子抽死 再把脑袋砍下来 把身上的骨肉 剁成碎末 扔在世上 不许家人收尸 那有人说 这么残酷的刑法 是谁发明的 我跟您说啊 这个人啊 就是秦朝的宰相 叫李斯 他是典型的法家 以重点治国 这些个稀奇古怪 残忍的玩意儿 都是他那个团队 总结出来 并发扬光大的 后来这李斯啊 遭受这赵高的陷害 就被秦二世给处死了 他是怎么死的 巨五行 就是把看书里 记载的那段流程 挨嘶的使了一遍 在这儿啊 我连重复都不愿意重复 得嘞 咱们这古法五行啊 咱们就算讲完了 明儿咱们讲这个封建王朝后期的五行 就是那个大伙都熟知的 赤杖图留死 比这上古时期的文兵多了 我是挨着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要是能留言互动啊 那将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得嘞 天不早了 咱们呀 明儿见